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学校遭到越南军队的炮击 一发炮弹落在操场 正在做广播体操的三个孩子躲闪不及倒在血泊里 边防战士赶来了 从敌人的炮火中救出一个负伤的小女孩 小女孩伸出低血的手 拽着战士的衣经问 叔叔 他们打我 你怎么不打他们呀 祖国的领土怎能让越军侵占 我们的人民怎能让越南侵略者起舞 战士们各个眼冒怒火 紧握钢枪指代祖国一声令下 打 1981年5月5日凌晨6时 我们的大炮怒吼了 一发发的炮弹呼啸着飞上法卡山顶 摧毁了敌人的攻势 枪声和冲杀声席卷了整个山头 我边防部队某部四连指战员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举扫清来犯之敌 收复了三号 四号和五号高地 神圣的领土法卡山回到了祖国的手里 守卫这块土地比攻占它更加艰难 连着几天 敌人的炮火严密封锁我军的后勤运输线 四连的指战员吃不上饭 喝不上水 每天嚼几块压缩干粮冲击 嗓子都干得冒烟了 时日上午 天上无云 山顶无风 在烈日和炮火的炙烤下 已成焦土的阵地气温高达四十多度 水 哪怕是只有一滴啊 指导员邓明忠舔了舔 干裂的嘴唇向山背后望去 半山腰落下一颗颗炮弹 升起一股鼓烟柱 吹噬般的同志们被压在了山下 看来 饭菜和开水又送不上来了 邓明忠摇了遥空荡荡的水壶 笑着往地下一丢 从身上掏出两块压缩干粮 对通信员说 小沈 咱俩带个头 把它消灭掉 在这个时候 没有水 干粮怎能咽下去啊 邓明忠把干粮送到嘴里 沙沙地嚼着 吃力地往下咽 无奈根本咽不下去 一阵剧烈地咳嗽 又把干粮顶了出来 指导员 菜汤来了 小沈兴奋地叫了起来 邓明忠回头一看 吹噬班副班长穿过敌人的炮火爬上山来 小沈比指导员还高兴满满倒了一缸子 指导员 快喝吧 你都五天五夜没沾水了 邓明忠摆摆手 先放下 咱们抓紧时间给同志们先送去 敌人的炮火是残酷的 等邓明忠给战士们送汤归来 通信员留给他的那杯汤 让一发炮弹炸飞了 唉 算我没有口福 邓明忠苦笑着甩甩手 坐在发烫的沙石上 小沈充他眨了眨眼睛 捧过来一听波罗罐头 笑着说 指导员 你看 我给你留着后手呢 现在可以开了吧 你这个小鬼 邓明忠笑骂了一句 借过罐头 望望商标上的波罗图案 心里好像流进一股波罗的清香 原来 他的家在广东 那里是波罗和香蕉的故乡 家乡的生活多香多甜啊 就在这次战斗的前几天 未婚妻从家乡来信 盼望他回去结婚 此时 也许亲人正在香蕉树下等他 想着想着 邓明忠的嘴角透出了一丝微笑 可是 他又把罐头送回到了通信员手里 说 拿去让同志们都尝尝吧 小沈无奈地说 指导员 真没想到我们也过上上甘岭的生活了 这时 不知是谁 轻轻地哼起了电影插曲 《我的祖国》 指导员和同志们也跟着唱了起来 电影《上甘岭》 在法卡山再现了 上甘岭 还有大山洞可以回旋 法卡山 却只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头 仅时日这天 岳军就向我阵地打了一千多发炮弹 邓明忠的头部 胸部和腿部被炸伤 不省人事 他从上午一直昏睡到下午二时许 头脑才清醒了一阵子 快 快告诉二排长 敌人的活动反常 很 很有可能要发起进攻 通知各班准备战斗 他下完命令 又昏了过去 指导员 指导员 敌人上来了 小沈紧急地呼唤他 摇着他 邓明忠在昏昏沉沉的时候 听到敌人上来了 猛地坐了起来 抄起一支冲锋枪 这时 是下午五十五十分 粤军以一个加强连的兵力 向我法卡山疯狂进攻 先头部队已接近我方 最南端的五号阵地 邓明忠不顾伤痛 爬到三号阵地顶端 一边向敌人扫射 一边呼唤着战士 同志们 冲上去 压倒敌人 坚决把他们打下去 副班长李怀亮带领着一个战斗小组 跑步支援五号阵地 他刚刚进入左侧战壕 四个敌人扑了上来 其中的一个举枪向他身边的战友瞄准 没等敌人扣动扳机 李怀亮眼明手快 抬手一击 把这个敌人撂倒 其余的三个敌人 吓破胆子 拔腿就跑 狗强大 哪里走 李怀亮扔出一颗手榴弹 炸得敌人连滚带爬 不消片刻 这三个敌人全部爆笑 三号 四号 五号阵地杀声一片 四连战士越杀越猛 敌人的一个加强连 就这样被打得七零八落 溃退下去 夜幕在法卡山徐徐降落 晚风轻轻浮动战士的征医 李怀亮和两名战友留在五号高地 观察敌人的动静 他们已经有五个昼夜不得休息 瞌睡虫不知不觉地吸来 李怀亮从身上摸出一个辣椒 狠狠地咬了一口 直辣得两眼躺泪 才把瞌睡虫赶跑 他嘱咐身边的战友说 敌人是属老鼠的 专门在夜里活动 我们要提防他们上来咬人 小李 挺得住吗 李怀亮回头一看 指导员来了 邓鸣中不顾伤口化农 爬遍了三号 四号和五号阵地 查看了二十八名士兵的战斗位置 又到最前沿 看望小李来了 李怀亮心里一热 指导员 你放心吧 法卡山是祖国的山 我们是祖国的战士 人在 山在 邓鸣中 斧着他的肩膀说 对 我们要让祖国放心 5月12时 几十名越军用弓兵开路 偷偷向我五号高地摸来 50米 40米 30米 此时 碳雷气的嗡嗡叫声 都能隐约地听见了 李怀亮不动声色 把敌人放得近点 再近点 直到敌人离他们只有25米时 他猛喊一声 给我打 三支冲锋枪 一起开火 猛烈地扫向敌人 敌人死得死 伤得伤 哇哇叫着往回逃 李怀亮和战友 接着甩出一串手榴弹 当场炸死了十多个敌人 剩下的敌人 就像断了尾巴的老鼠 没命地窜下山去 英雄的四连指战员 坚守法卡山八天七夜之后 将祖国的这块神圣领土 一寸不少地移交 给幻房的五连战友 五连长邱坦安 紧握着邓鸣中的手说 请兄弟们放心 我们一定守住阵地 5月15日深夜 南国水乡静悄悄 水塘里时而响起蛙歌 草丛中偶尔传来虫鸣 月儿挂在相思树梢 眺望着廖行村小学 这是一个多么宁静 而甜蜜的夜晚啊 就在此刻 月军的炮声响了 他们在我小小的法卡山顶 倾泻了两千余发炮弹 一个加强赢的兵力 分多路向我五号 四号 三号阵地猛扑过来 十六日凌晨三时 一百多个敌人 铺上法卡山南端 五号高地首当其冲 我五连七班的九名战士 子弹打光 手榴弹甩箭 与敌人短兵相接 展开了肉搏战 壮在 祖国的儿子 他们用手掐住敌人的脖子 用牙齿咬住敌人的肩膀 用匕首插进敌人的胸膛 九勇士拼进最后一滴热血 全部阵亡 五号高地失守 四号阵地告急 守卫在这里的九班战士 也以死相拼 寸土不让 班长段玉生两腿被炸伤 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心急如焚 敌人见他的枪哑了 胆子大起来 大摇大摆地向他走去 阅军的一个小头目高兴地嗷嗷叫着 抓活的 抓活的 你们这些白眼狼 来吧 段玉生嘴里骂着 悄悄拧开手榴弹盖子 等敌人靠近 他同时拉响几颗手榴弹 在一片火光中 与敌人同归于尽 战士元患高 剑班长牺牲 钢牙紧咬 横眉倒数 端起冲锋枪一阵猛扫 当即打死了十多个敌人 枪管打红了 子弹打光了 四号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有我在 敌人就甭想活着上来 他把剩下的八颗手榴弹 一次排开拧开了盖子 第一批手榴弹甩出去 他的腿上中了弹 第二批手榴弹甩出去 他的身上负了伤 他忍着疼痛 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 把左侧包抄上来的几个敌人 炸死在山坡上 手榴弹的响声未落 右侧摸上来一个敌人 抄了元患高的后路 这家伙气势汹汹 也想捉个活地 回去向主子请供 元患高觉察到身后有人 闪身躲过 随手捡起一个手榴弹箱子 猛地砸了过去 只听一声尖叫 敌人栽倒在地上 这一下子没把敌人砸死 那家伙哇哇叫着 手脚还在乱动 元患高 没等他挣扎几下 举起一块二十多斤重的石头 狠狠地一下 把这个敌人砸成肉饼 就在此时 另一个敌人从背后摸来 用铁钢猛击元患高的头部 他躲闪不及 钢盔上重重地挨了一下 脑子里嗡的一声昏倒在地 滚落进山沟里 山沟里 吹来一阵清爽的风 元患高醒了过来 他爬到拳眼下 喝了几口山拳 身上增添了力量 阵地 绝不能从我手里丢失 我要爬上山去 继续参加战斗 元患高 凭着记忆和判断 手爬岩缝 脚灯乱石 一点一点向山上爬去 鲜血 染红岩石 染红草木 山坡上爬出一条 只字形的路 阵地 等待着他 祖国 呼唤着他 山上的战斗越打越烈 四号高地失守后 三号的主阵地 就成了一个孤岛 几百名敌人得意忘形 狂喊乱叫 一窝蜂涌上我三号高地 他们用中国支援 他们的枪弹 疯狂地扫射中国士兵 敌人的炮火 已把法卡山顶 炸成一片焦土 嵌豪轰平 掩体坍塌 在一片沉烟和火海中 武连的指战员无险可守 只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凭借着弹坑 抵挡数十倍之敌 武连长邱安的左腿 被子弹穿透 右臂负伤 鲜血直躺 身边的战士赶来为他包炸 邱连长急了 一把推开急救包说道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守住阵地要紧 邱坛安扔掉冲锋枪 拖着伤腿向机枪爬去 一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 他第三次负伤 强盗 老子让你们尝尝厉害 他大喊一声 扣动机枪的扳机 扫向敌群 激战中 一个老战士被炸成重伤 无法战斗 急得心里直冒烟 他咬了咬牙 一下滚到邱连长的面前 喊道 我就是掩体 快 快把枪架在我的身上 激战中 一个新战士双手负伤 被炮弹炸断六个指头 他强忍剧痛 冒着弹雨 从敌人尸体上捡来手榴弹 夹在两膝和手掌中间 用牙齿将盖子拧开 一颗颗放在战友的身边 我们的战士是无谓的 有他们在 就有阵地在 有他们在 就没有敌人存 看 一位年轻的牌长 把扑上来的一个敌人 摔了个四脚朝天 用皮带勒死了这个强盗 越军的指挥官 见他们的士兵 拿不下三号阵地 气得发疯了 他们用雨点般的炮弹 猛砸法卡山顶 连同他自己的士兵 一起轰击 真是残忍到了极点 形势越来越严重 我五连的连长 副连长重伤 指导员壮烈牺牲 前来增援他们的六连一排 也战斗到只剩下六名战士 夜风暴击 阵地告危 敌人的一个头目 由发疯变成发昏 不顾我幸存的战士 还在顽强抵抗 就用不化机 向他们的主子暴起功来 亮山 亮山 三号高地拿下来了 法卡山属于我们越南了 这个家伙放下话筒 狂笑一声 对他的士兵说道 哈哈哈哈 河内电台马上要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胜利了 话还没说完 只听砰的一声枪响 这家伙来不及喊叫就送了命 打枪的是我六连连长梁天慧 这位1979年中越边界 自卫还击作战的一等功臣 在这十分关键的时刻 率领三个班的勇士 旋风班卷上了法卡山顶 摸上山顶的敌人 脚跟还没站稳 就被梁连长他们撂倒了八个 正在三号阵地上苦斗的战士们 一箭援兵到来 如虎添翼杀声大阵 他们一个反冲锋 把敌人从主阵地上压了下去 天已经蒙蒙亮 头戴亏形帽的越南士兵 像蚂蚁一样多得数不清 从左侧右侧和正面直扑上来 敌人被我打倒一批 又上来一批 简直成了一群亡命徒 光靠步兵 很难压下去这么多的敌人 梁天慧想到这里 当机立断 命令发爆原道 快 快呼叫炮兵狠狠地给我揍这帮狼崽子 由于敌人离我们很近 我炮兵怕伤着自己人 不敢开炮 两脸长急了 一把夺过发爆机的话筒 向三号开炮 听见了没有 向我开炮 没多久 半空里响起一阵霹雳 我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 一排排的落在三号高地左侧 右侧和正面的二三十米处 在敌群中连连开花 直炸的越军枯叠喊娘 一句句敌尸抛上天空 梁连长趁敌人攻击暂停的机会 把三号主阵地上的兵力 重新做了部署 他对五连的战友们说 同志们 我是六连连长 现在所有的人听我指挥 准备战斗 向四号反击 敌人已在四号阵地构筑攻势 梁连长手下兵力不足 已少攻多 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但是 倘若敌人在四号 五号扎了根 再去争夺就更难了 梁天会思索着 连长 吹事班向你报道 梁连长转身一看 司务长领着一支后勤兵 扛着一箱箱弹药 站在他的面前 好 来得正是时候 梁天会眉毛一扬 拿下四号 现在就拿 一声令下 枪声大作 五连和六连吹事班的同志们 在三号阵地 用火力压制敌人 八班从左 七班从右 四班从正面 三路进攻 三个班向三把尖刀 分头直插四号高地 占领四号阵地的敌人 用猛烈的火力阻拦我军的进攻 冲在前面的几个同志倒下了 后面的同志被压在高地下面 一发炮弹撕叫着 落了下来 在梁天会十米开外的地方爆炸 文书大叫一声 连长 一把将他推倒 炮弹掀起的浪把他俩压在下面 四号高地如果夺不回来 三号的主阵地也难守住 要是敌人把我们从法卡山推下去 还谈什么国威 军威呀 梁连长想到这里 猛地从地上跃起 大声召唤 同志们 跟着我冲啊 七班副班长郑武员 刚刚冲上四号阵地 就遭到敌人枪弹的迎头阻击 他在地上打个滚 向敌人的火力点扔出两颗手榴弹 乘着手榴弹的烟幕 郑武员一跃而起 敌人的子弹尖叫着 从他的头顶和耳边飞过 他灵机一动 钻进一条欠壕 郑武员利用地形 摸到越军攻势的背后 刚要投掷手榴弹 一个敌人从他身后扑来 将他拦腰抱住 敌人有凶剑 战士有巧劲 只见郑武员身子往下一蹲 双手搬住敌人的脑袋 猛一使劲 把那个家伙掀翻在地 郑武员正要上前 结果这个敌人 另一个越南士兵猛突过来 跟他扭打在一起 两个人在地上滚来滚去 敌人被郑武员压在膝下 拼命挣扎 原先被摔倒的那个家伙 赶了上来 举起枪托 就要向郑武员下手 砰的一声 这个敌人头上重重挨了一下 死狗一样瘫在地上 原来 五连九班战士 袁幻高 被敌人击昏摔下山沟以后 忍着伤痛 爬回四号阵殿 抄起一把铁钢 击毙了敌人 郑武员趁势用双手 掐死膝下的敌人 梁勇士回转身来 向阅军的攻势连头六颗手榴弹 炸哑了一挺机枪 敌人在四号高地的防线崩溃了 四号高地夺回来了 梁连长赶到阵地南端 一眼看到七八个敌人 正在我四号和五号阵地之间埋射地雷 他气得脸色发紫 青金突起老高 高声喊 狠狠地打 全部给我干掉 一阵猛烈的枪下 埋地雷的敌人 连保险针都没有拔 就在我战士的枪下 一个不胜地丧了命 祖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让 同志们 一股作气拿下五号 梁连长手臂一挥 三个班的战士一阵猛冲 杀上了五号高地 在一片冲杀绳中 侵占我五号高地的敌人大不丧命 十几名残敌剑大势已去 哪敢迎战 胡乱放着枪 向后溃逃 五号阵地前出现这样的奇闻 溃退的敌人 既想抢回他们的伤员 又怕挨我战士的子弹 慌乱中用绳子拴住战友的脚脖子 像拖死狗一样往山下拉 强盗 你们跑不了 我英雄的战士追了上来 他们站在法卡山的最南端 居高临下 用冲锋枪挨个的点名 一 二 三 四 五 统统回你们的越南老家去吧 1981年5月16日凌晨5时30分 法卡山枪声停息 越南侵略军丢下几百具尸体 以大于我三倍多的伤亡 记下了他们的失败和耻辱 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雄 生而为国战 死予阵地存 祖国的山河啊 有了这样拼洒热血的守卫者 你才威然毅力 牢不可破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 用鲜血染红了法卡山的英雄们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